说出你真实的心声 我的希望是孩子你可以见 但是咱俩孩子最好是不要见面 白女士 其实在家庭暴力里面你是姑息养奸 你为了让儿子远离一个暴力的环境 暴力的父亲 所以你选择离开这个婚姻的话 我建议你考虑一下自己刚才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可以去探视儿子 但是我们就不要再见了 我告诉你 这种暴力对儿子已经造成客观影响了 去帮助他从暴力阴影里面走出来 尽可能去很少的去影响他未来的生活 让儿子看到一个知错能改的父亲 在儿子心里面建立起一个有担当 曾经错过 但是他意识到问题 幡然悔悟着父亲的形象 这样儿子心里面才会有一个健康的父亲 没有一个儿子会否定父亲的 希望你能够像你离开这个婚姻一样 你勇敢地和你的前夫 共同为儿子建立起一个 一天一天健康起来的父亲的形象 这是母亲对他未来真正的负责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好好考虑考虑 未来你生活怎么去安排 那咱俩不能说分手以后做仇吻呢 对不对 我没跟你做仇吻 我只是不想跟你不想见到 你知道孩子心里怎么想是不 对先生啊 今天可能让你失望了 因为你这么信任复合天使这个栏目啊 你来的时候可能有很大的幻想 想跟前妻成果于好 但是我想我们这节目的一个目的啊 不是说要你达到你的诉求 而要你前妻一直生活在生活的一个恐惧中 他有新的生活呢 我想今天如果你能在我们这个栏目之后啊 能对你的前妻能够平和的 然后给他一个安宁的生活 你做一个就是比较踏实一个男人 做起你现在起码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 我想这可能我们栏目就能达到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一个目的 这孩子伤心太大了 我告诉你啊 你妻子离开你之后 你才知道你对他有多么的依赖 你有多么离不开他 你这份恐惧感 就是你妻子跟你共同生活的时候 他那份恐惧感 我都体会到 喝了酒之后 有可能你就打他 有可能你骂他 到同事呢 也不给他面子 单位也不给他面子 没法正常生活 我打的女话都 别说了 你听我说吗 不能把你的恐惧感转移到他的身上 我们这么做不道德 你做错的事 你得负责任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真正的在这里啊 你能做到 以后第一点 如果妻子希望你远离他 你跟他保持一段的距离 你可以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第二个 如果他再婚之后 你能不能不骚扰他 祝福他 一个跟你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的一个女人 你希望他衷心的幸福 我可以祝福他 因为他幸福了 我祝福他 第三个 如果你真有心 真就在爱这个一个人 你好好表现 就是把你的久戒了 所以你要真正是一个男子汉 从今天开始 首先远离他 然后把你做父亲这么多年 用在妻子的身上那些情 用在对你的孩子上 好不好 妻子的那一决定 我前几天一决定 我们这孩子彻底毁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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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